家用快篩的价格偏高 引发民怨 那么现在更有学生在论坛上发文说 其实他在两年前有参加过大学跟中研院所合作的快篩试剂研发成对 他说当时其实已经制作出成本又低 准税率也蛮高的试剂 但是最后没有在国内使用 也质疑辛苦的研究成果都被校方给收割了 但是对此 持绩大学也国斥 表示当时学校研发的是抗体快篩 跟目前居家使用的抗原快篩试剂并不一样 确认阴性没问题 才松了一口气 快篩成了许多人上班上课前的SOP 但试剂偏贵 也引发民怨 指挥中心给解释 因为台湾市场规模小 进口价格难压低 但这说法有学生发文怒批 贴出照片 透明瓶身 拴紧蓝色盖子 两只塑胶管上还写着 原来这就是全世界炒番的病毒M-Protein 自称花莲慈基大学的学生表示 早在两年前就曾参加学校和中研院合作的 双抗体快篩试剂研发团队 做出第一批试剂 准确率高 成本还只要几十块钱 没想到试剂不但没用在台湾人身上 学校还捐给其他国家做功德 实在不解 如今花莲爆出疫情 还要自己花三百多元来快篩 觉得被当成免费打杂劳工了 居家快篩为抗原快篩试剂 与发文者所写的本校109年 疫情初期开发的抗体快篩试剂 完全不同 校方解释当时学校研发的是 抗体快篩和现在民众需要的抗原快篩 根本是不同东西 而且当时的研发目的 本来就是为了公益 这个试剂的制作成本 全数由慈济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本校并未出售盈利 网络发文者所写的 试剂制造的成本 也没有经过筋算 博赤收割一说 国内疫情升温之际 家用快篩需求大增 价格和来源又在线议论 介绍剑欢迎报道